大家好,我是我ITS LIVE 歡迎收看ITS MY LIFE 前幾集呢就都跟大家介紹跟運動相關 跟台灣人必作的三件事 也是跟運動相關的 今天特别想跟大家介绍的 不是运动的事情 而是比较偏向 生涯规划的事情 大家知道我念的是传播相关科系吗 我现在念的是 世新大学口语传播学系 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呢 我今年大四嘛 那通常到大四的时候 学校会开始逼你 安排你做一些实习的事情 就会有一些实习学分 你一定要把它修完 我当然也有去做我的实习 我今天想跟大家来介绍 我实习过的这些实习单位如何 然后跟这些媒体单位如何 那就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 我呢 我是从大二的时候 就开始在媒体公司工作 其实那也可以称作实习 或是工读都可以 实习跟工读 工作内容是大同小异的 只是你的职称问题而已 我那个时候 第一个媒体公司是三立新闻台 我在三立新闻台的新媒体部门 那是我第一个人事工作 然后我那个时候的工作内容 就是比较简单一点点的 就是当小编啊 因为现在很多电视媒体 都有在YouTube上面做直播嘛 所以三立新闻台就有小编这个工作 然后跟在直播上面的观众朋友们互动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聪明的 就是还蛮留住网路上面的好朋友们的那种感觉 那小编工作除了要跟网路上面的人聊天 还有要想新闻标题 因为你要把很多记者们剪好的做好的SOT 也就是一则新闻要发布在YouTube上面 YouTube上面的新闻标就是我们来想 除了这个呢 小编YouTube标 然后还有一些很简单的剪辑 因为上传影片的话会需要有片头跟片尾 所以就把片头片尾放上去 再做一些很简单的剪辑就好了 还有管一下社群啦 就是脸书粉丝专页 上面要发布一些新闻 这就是我在三立新闻台新媒体部门做的工作 我先讲我在每个新闻台做的工作是什么 我再来跟大家对比 比对一下这些工作哪一个好 然后优缺点是什么 那第二份工作呢 就是在年代新闻台也就是我现在的工作 那我是在帮张亚晴主播做一些每一天的新闻整理 如果大家有看过张亚晴主播的新闻的话 你们一定知道他的道具非常多 那个也是我在做的 还有帮他的英文新闻做翻译 年代新闻台呢就这样 除了三立除了年代我还有去过中央社 中央社也就是这个暑假去的 就是实习做了一个月 这个中央社的工作内容非常多元非常推荐 它让我们跟着每个单位去跑嘛去做事情 第一个呢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在 综合中心跑新闻 然后再来是政治中心 完了完了忘记了 国际外文中心 影音中心 编译中心吧 编译组编译中心 这五个单位是我有跑的 当然前面我们讲的那些组啊 都是真的去跑新闻 跟着在线的记者一起去跑新闻 我觉得过程非常有趣 但是虽然是主任的工作我们觉得有趣 是因为我们还在实习的关系 所以觉得很有趣 去跑完新闻之后你也要先一篇新闻的道 中央社的长官会帮你看 除了刚刚说的那些跑新闻 编译组就是会翻译外电 也就是来自美联社啊 BBC 发新社 这些国际的媒体 去翻译他们的外电报道 然后翻成中文 除了这个还要去影音中心 就是要做一个完整的SOT 所谓SOT呢就是一个完整的新闻带 也就是大家每会在新闻台上面看到的新闻带 然后我去中央社这个是叫我是海外特派员的一个活动 如果最后有当选的话 就有被选中的话 是可以到国外 马来西亚 印尼 哎 完了 怎么会这样 美国跟德国这四个地方去做特派记者 可以去这些地方去做特派的实习记者 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推荐大家去参加 最后要跟大家介绍的实习是我们学校跟TVBS合作的产学合作 我们要录制一个政论节目 那棚是在我们学校 我们学校也有搭建好一个摄影棚 录制节目的话 我们的工作内容是还蛮分明的 还蛮明确的 我是在企划组 整个节目需要的内容啊 流程啊等等的 这样大家应该能想象吧 好 介绍完这四个 特派记新闻台年代新闻台中央社 跟TVBS 那我最推荐哪一个呢 我觉得好像蛮明显的耶 但是不是因为说是某一个新闻 某一个新闻媒体的关系 而是因为我觉得中央社 它让我做的事情非常多元 然后让我真的体验到 每一个部门在做什么 但我没有说其他几家媒体不好的 因为在中央社我真的体验到很多事情 所以我觉得收获很多 我讲一下哦 如果最有点外话 如果呢 大家非常重视你的工作体质 工作环境的话 我非常推荐三立新闻台 为什么 有在三立新闻台工作的人都知道 三立新闻台的装潢 非常漂亮 三立新闻台的主观也很好 但三立新闻台的装潢真的很漂亮 大家如果对环境比较讲求的人 是可以去三立试试看的哟 所以我就待过这四个新闻媒体 然后希望未来再过半年后 可以顺利找到工作 然后也希望大家听到这些 会对你找实习 找哪一家媒体有一定点帮助 然后如果有更细节的内容 可以来思绪我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没有讲得很清楚 跟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